下面再继续通报 我刚刚的这个问题是说 这个YLTU呢 它保证了为多个客户端服务 而里边的这个YLTU呢 我刚写了一个注册 是不是为同一个客户端服务多次吧 问题是 你咋知道客户端不需要服务了 人家不需要服务了 你还觉得人家屁股后面为人服务 请问也不合适吧 怎么办 判断 对 也就是说 如果他还需要服务 那么我就给他回数据 请问同学们 没错吧 他只要不需要服务 那么我就 break 你说这个道理吧 那关键你这个叉叉叉叉 那么现在嘴挑 当一个客户端不需要服务的时候 请问用什么东西来体现客户端不需要服务呢 如果客户端不需要服务 请问咱们正常的客户端的流程是 我不需要所有的东西了 我最后一步是什么 关闭 OK 没错 当客户端要用close关闭的时候 会导致我的receive from 解堵塞 并且解堵塞的时候呢 反而没有数据 那理解我想说什么意思了吧 我再说一遍 请问 receive默认是不是会堵塞 堵塞到什么时候位置 客户端发过来的数据 我就显示 客户端发过来的数据 我就说 请问是个道理吧 那万一当我服务器等着客户端发新的请求的时候 反而客户端没有东西要服务了 客户端就说拜拜 走了 客户端一定要用close 导致你的receive解堵塞 听懂了吗 你的receive解堵塞的时候问题就来了 尴尬啊 很尴尬的事情来了 receive解堵塞有两种答案 第一种 对方发过来的数据 没错吧 第二种 对方关掉了 我怎么知道你是因为关了 我receive解堵塞 还是因为你发了个数据过来 我解堵塞 区分这个哥们是否为空 如果这个东西为空 意味着客户端是掉的close 如果这个哥们不为空 百分之百是客户端掉的 sign的发的数据 听懂了吧 那有人就会纳闷 东哥 万一对方发的是空的过来呢 不好意思 发不了空的 你听懂我想说什么吗 我本来我想整整你来 我没有掉用close 我想发一个空的 让你误以为我关闭 不好意思 发不了 听清楚了吗 所以说 只要这个东西为空 那么一定说明 对方一定掉了close 那么我问大家个问题 既然对方掉了close 咱们还闲呢 那真的是什么疼 是吧 那就接下来 break结束 是不是就可以了吧 所以说 叉叉叉叉 这个地方是不是应该变成 判断 对方是不是已经掉用了close吧 如果 对听了啊 如果 resee 就这么说 如果resee 解 堵塞 堵塞 堵塞是怎么写吧 解是哪个解呢 解堵塞 那么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客户端发送过来数据 第二种客户端掉用close 导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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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 resee 接 读塞 两种方式 第一种客户端发送过来数据 第二种客户端掉了close 依然也会导致我的这个receive会接走上 这么说理解了吧 那么怎么判断的呢 if resee data 请问 咱们在技术班的时候学没学过各种if判断 学过吧 now if 那条件为条件成立还是不成立 if 空格能成立吧 来来来看着既然这个地方你忘了再回一下回下来看着 py t打开看着 if 1等于2 print 打打打打打打 一定不满足 因为这个1不等于2没错吧 那么这个地方如果把它换成1等于2的话 请问这个事情是不是可以了吧 if1啊 就是2等于2这个条件成立吗 print ok 是不是打印了ok了吧 没问题 除了这种if判断之外咱们原来应该大体了解过 if2 见过这种方式吧 见过吧这个条件成立还是不成了 成立没问题吧 if如果是个列表呢 1122 那这个这个成立还是不成了 成立吧 ok成立 if一个原主呢 成立 同理啊同样我接下来不就验证我就不验证了我直接跟你说啊 if后边不仅可以什么大于号小于号等于不等于还可以直接写上数字小数点然后原主字点列表集合都可以写 但是前提要注意一个东西 只要这里边的东西如果是数字的话只要不是零条件就成立 只如果要是列表原主字点集合只要不是空的就成立 如果要是if那 这个成立还是不成立呢 no 这个non是不成立的 听懂我想说什么意思了吧 还有if 处成立还是不成立啊 ok成立 那么if fors呢 这个不成立 no 那里我说什么意思了吗 也就是说 就是个原则 那 if后边的这个地方可以放数字字符串 原主字点列表集合 non true false 都可以放 什么东西表示成立或者不成立 是数字的话不是零成立 是字符串 原主列表集合字点不是空成立 不是non成立 不是false成立 那么还有一个东西 if处这个处是不是也是成立的吧 non false 不成立 处是成立的 好 能理解吧 刚给大家这个强调一下的啊 来回头了咱们有个头来再看这个程序 我刚刚这个程序呢是写到哪了 写到 写到这儿的时候 同学来看一下 if receive data 请问意味着什么 正常情况下 receive data里边是不是一个字符串 这个字符串里边有东西啊 但是如果你要是发送过来是一个空的数据 请问这里边是不是空的呀 我刚刚说过了空的字符串 空的原主 空的集合 空的列表 空的字点 是不是都条件不成立啊 那么这句话不成立的时候咱们去发东西吧 这个地方咱们可以怎么扔呢 加上一个not 这意味着啥呀 不唯空的时候 多这个事情 唯空是不就挑了吧 但是呢 加上一个not同学们自然而然的就理解 时候有点复杂 我怎么多了呢 看这 把它改一下 这又是啥呀 哎 刚刚就写的就是对的啊 刚才就写的对的 刚才写的就是对的啊 就是if如果要是有数据 我是不是得给人家回吧 没数据的话 是不是这个是不是就相当于做这个了吧 本来就是对的啊 刚刚短路了 如果有数据 这个条件就成立 这个条件成立就给人回 如果对方掉了close 我接下来是不是就break啊 注意看 这个时候你看又来了咱们原来技术班学的东西 在两个while处里边有个break 这个break跳谁 最近的那个不错就是里边这个和外边这个一毛钱都没有 那么请问是不是接下来为这个顾客服务了吧 服务服务服务 那么接下来当你服务完之后 接下来close接下来为这个服务是不是已经结束了吧 为已经 已经 已经为这个客户端服务完毕 来 运行下成券啊 拍人三 零七都起 等待一个新的口端 我把他根本都关了 我再来个新的啊 不用了 那个旧的不用 我再来个新的 选一个tcp口端 选一个7890 然后链接 好了 这个口端是不是都来了吧 发东西 一 二 三 四 发发发发发发发 大家有没有发现 是不是一直在这服务了吧 人家问你好了吗 没好了 反正你不能挂电话 你挂了我就投诉你 对吧 是不是一直在这发了 说了这个电话 你现在没事的时候 通通吧 咱们现在这个在这学习 对吧 你媳妇也没来 有的时候呢 连找个人说话都没有 怎么办了呢 打10010就可以了 哎 客服人员里边有个特点 一般是晚上10点才会下班啊 对你9点55打进去都可以 打你之后呢 你说这个人家问你哎 先生你好 你需要什么 这个服务吗 哎 那个你把我的这个手机号码给我查一下 你把我的这个短信还有多少条 给我查一下 然后查完之后 你不是要聊天吗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然后这个妹子就说啊 先生你有什么需求 我可以帮你 你讲故事不行 但是你是直接给他亮名牌 你只要挂了 我就投诉你 对吧 那你绝对不能挂 人家问你啊 需要先生还有需要什么帮忙的吗 有 你不能挂啊 来我记得跟你讲 可以吗 可以接着讲 好了 同学们 服务完了怎么着 谁先挂呀 是谁先挂 客户端先挂呀 人家服务机问你 还有吗 客户端 总感觉在这个忽悠一个妹子也不太好 是吧 怎么挂 看着同学们 我断开 是吧 我一断开 是不是已经为这个客户端服务完毕 是不是等待一个新的客户端到来 来 咱们再来一个 点开一个 来一个 接下来 这个是不是过去耍那个妹子 是吧 来点开 然后7890 练经 大家看 一 发发发发发发 二 发发发发 可以吧 同学们 是不是现在为一个顾客服务 服务到这个顾客 没有任何需求为止 明白吧 一般 我怎么验证客户端下线最挑 其实从这个程序当中 我想给你表达意思 你出来 怎么验证一个客户端 已经为他服务完了呢 receive解读色 并且receive的返回之为空 就验证了 对方已经下线了 听懂了吧 用这种方式的验证 OK 短看 服务完了 这个时候 要是有大量的客户端来链接 我就一个一个服务 什么时候服务完了 我下一个服务 那人说 东哥 你就不能同一时刻 为多个一起服务吗 今天是做不到的 因为咱们后天 是不是要讲多任务了吧 学了多任务的时候 来一个我为你服务 来一个为你服务 一起服务 没问题 OK 这个就先说到这儿 啊 对方说到这儿 对方说到这儿